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银火器集团》 一種比較強勢的活動 大家可以去看看 就是《银火器集團》 今天正在升至埃緊城 主要是有什麼因素呢 由於其實它公佈了 汽車的殘消數據 是比市場好預期 3月的汽車銷量 其實雄比增長有3值 所以它由低位回到 那就表現得不錯 這個月 你去到3月和4月頭 其實都是一個市場低位 整顧上去一輪 然後就抽回回到 純粹在那個技術上 或者你的數據去看的話 是可以去進行一個跟進 但是要留意一下 overall整體的汽車銷售 其實又不是真的那麼強 所以你要預計 除非你的overall整體的汽車銷售做得好 錢真的願意 而是覺得給這個sector 其實那個股值可以高一點 否則的話這個很大機會 就是沿著它一貫作風 股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它就打一彈或者是彈一下 彈幾下 然後又會散回來 這一點我特別是要 因為挺警戒和挺提供的 特別是這隻股 有時候它的數據是否好 有時候有些數據好 又或者它的新能車的衝勁 經常都有 是這隻 但它一旦經常都散 所以要它比較謹慎 初步來看 它這次真的突破上來 突破近月的整股位 在上網 可以看它的機率 會彈得高一點 可以去到七個多 甚至乎七個半 這些它由三月開始撒下來的 一個水平 但要比較謹慎 這隻是萬一跌回去 我覺得它一塞回去 之前的這個股位 不要放得太遠 就是六個七個半 其實都可以 如果你真的有衝進去 想找個位置做profit picking 可以去看看 或者放遠一點 去落回去六個半 都失賣的話 其實都應該要考慮去拿來賬 因為其他那些股 傳統的車股 那隻都是有一個衝勁 去做新能型車 和新能型車 如果你真的對比銷量 其實是賣得好 但是因為這個問題是什麼呢 這隻廣器 238 其實本身有買傳統的燃油汽車 你新能型車買得好 其實overall的賤比 其實都需要一點時間 才能上得到你 你看到其他那些 其實也不是表現那麼好 因為它是一些銷售數據 所以overall sector 不是那麼可以的時候 有個別補分 即是有些數據去抽上來 不是說不接著 不可以跟蹤 但是那個簡介性 要給我們提防一點點